熱血製造 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2017年4月27日的每日雜新聞的時間 開始有到遊戲廠的決算時間 開始有遊戲廠公佈 其實今次想說吳天堂 剛剛推出Switch的一個決算 非常非常好成績 剛剛對上那一季賣出了全球 賣出了274萬部Switch 嘩 其實都只是一個多兩個月左右 三月推出的 沒有記錯 沒有記錯 但更加厲害的是細辣傳說 這個荒野知識 居然賣出了276萬 只是Switch版 其實是賣得多於主機 是的 證實了之前的方法 之前有些說法 已經是說賣遊戲賣得多於賣相機 是的 因為有些粉絲先買一隻遊戲 或者買限定版 因為它有一個套裝 就是一次過限定版 普通版和普通版 兩隻賣給你 是的 好史無前 遊戲裝作率是100% 每一個有機的人都有細辣 要拘捕 除了Switch版 連同VU版 加上賣384萬 很厲害 是的 而總共Switch相關的遊戲 是賣到546萬 即是現在出了這麼多遊戲 加上全球 如果以一個 一部新的遊戲主機 開賣來計算 這個非常好的 開球 好的開始 是的 很厲害 這個 特別是VU這代的機器 算是失敗 即是很早停產 如果有一個大逆轉 其實無疑是對任天堂 和第三廠商來說 都是一個強心針 因為你的機器對你有信心 才會開始投放一些主力的作品 那這部機器才可以繼續成長 特別是在這一個 我認為PS4獨大的時代 可以這樣殺出另一條路 譬如你賣270多萬部機 我相信不少都已經有賣P7-4 特別是歐美那邊 是的 裝潮率很高 當然 變成它 真的可以做得到 跟PS4走到另一條路線 兩部機都會生存到 當然它沒有辦法挑戰PS4的霸權 但PS4也不會影響到Switch的成章 所以馬上也有一些證券分析員 即是沒有怎樣開名的 總之證券公司說 DQ11 他們估計明年4至5月會出現 即是下一個財政年度 而這個Montan 5 就是在未來財政年度的2至3月出現 當然沒有什麼理據 特別是消毒消息 是消毒消息 但其實如果一部機賣得好 其實這個估計也很合理 我覺得是時間線 特別是DQ11 其實一直都會有Switch版 即是它現在不想影響了PS4和3DS版本的銷量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需要現在公佈 沒有什麼需要 是的 那到時如果真的有DLC那些東西 那你就變成像DQHibos那樣 是一個便宜加強版來推出Switch版 而這個Monster Hunter的話 無論是5 即是一個正統新作 又或者是一個在Switch上推出的高清加強版 譬如是X系列 XXY、XXZ 都可以預期應該 在未來一個年度很大機會都會在Switch上推出 我相信 是的 那 最重要的是這部機賣 當然 這個是勝過任何 這個你也看過 是的 就是在說這件 所以 剛剛這個孖車推出了 其實就是 這部機推出之後 第一波的新公式 其實是 其實市面上也看到那個反應很好 即是無論是買遊戲 或者是連機 出機的反應很好 其實這陣子很厲害 其實這陣子 特別是 因為PS4很安靜 哦 是的 即是就算你多喜歡玩PS4 都好 這陣子你都不會有很多選擇 之前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 其實今個月的LOW很弱 那些小店就已經在說 靠你了 喝天堂 靠你去Switch了 這樣 是的 因為 其實越來越 PS4那邊 越來越靠 歐美那邊的遊戲廠 那其實 就變了這個 基本上 4月到 差不多到 9月左右 那個檔期 其實都比較偏正 是的 但是因為你Switch是玩日系的遊戲 變了這段時間會有遊戲 特別是夏天會有這個 SPECTUNE 那就很吸引了 其實簡單來說 即是等於放生了條路 讓人玩孖車的 是的 完全獨走 獨走 獨走 非常好反應 因為其實你昨天去買遊戲 我昨天也去買遊戲 嘩 真是堅持著 人們排隊在出機 即是未去到排隊很長龍 但你會見到塞住櫃位 因為要貼螢幕貼 那怎樣都可以等一會 是的 你很容易就見到會聚集 等你拿遊戲給你 還是幫你貼螢幕貼 是的 很虛行 如果你未買遊戲 就可以很認真地考慮一下 因為看起來都不會很復 這次選擇 是的 這遊戲也很好玩 我們昨天也試過 好 就是這樣 那就是今天的每夜澤西文